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正向老灵魂具有哪十大特质? 只有老灵魂才会懂得心理状态是哪三个? 你是老灵魂吗? 如果以超三维度考量,人类有三种年龄 一个是身份证的年龄,一个是心理的年龄 另一个则是灵魂的年龄 老灵魂是善感的,常常觉得某些人某些地方似乎见过来过 说不出的熟悉感 也因为类似因缘,与人相处,极端在意或不在意种族国籍 也常不自觉怀抱改革世界的使命 老灵魂在还提即展现超龄的成熟与智慧 说话老气横秋,有些人上年老成即展现才华 现今有许多新时代的电缆孩童都属于老灵魂转世来的 有强烈企图心想要改革世界 极少数是颠覆者 如果老灵魂小孩遇上 年轻灵魂父母以传统教养 常会增加彼此对立,怨对不断 正向老灵魂转世,常见有巫师,灵性工作者,教师,宗教人士,环保人士,默默请善的无名士 他们知道,在人世间的每一个作为,并非随着死亡消失 它不仅影响你的来生,也与子孙霍福,唇齿相依,一路名言 正向老灵魂的代表人物有甘地,爱因斯坦,贾伯斯等 父向老灵魂喜气轻者,多属气场敏感 如果说正向者与高龄容易共鸣发生好事 父向者则是对负面事反应灵敏 心里充满不确定,惶恐与不安 对灾难与不幸的预感较为强烈 父向老灵魂喜气重者,常见的有江湖术士 善灵性勒索的神棍,邪教教主,诈遍集团的首脑 带暴君,萧雄,装神弄鬼,骗财骗色之徒 两者间最大的差别在于 正向者以利他,创造他人福祉为前提 父向喜气重者,则喜掌控人心,开明耗力 为巩固权力,不惜牺牲他人利益为先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特别青睐 性灵宗教等人生主题,追求永生有事 这样的老灵魂具有哪十大特质呢? 第一,具有流动式的记忆 在大脑中的无意识层面 常会让老灵魂在深度冥想或睡眠中 不经意流泻类似记忆 尽管在意识面无从解释 但老灵魂很清楚,事情看来并非表面所说 对人或地方常会有之前就见过或来过的熟悉感 第二,超您成熟 老灵魂总是看来比同龄的人成熟 容易有忘年之交 三,着迷于某段历史或某个历史人物 老灵魂说不出原因的 会在某个时期着迷某个年代朝代的历史人物 四,想为世界付出心力 老灵魂对居住地或某些地方怀抱有改革情怀 这可能与累世曾做出的承诺有关 五,喜欢极简生活 老灵魂收集经验胜于收集物品 对新东西的接受度低于常人 他们喜欢古老简朴使用的东西 自在专注眼下拥有着 六,孤单 因为比同龄早熟 小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朋友 却能够自得其乐 常转向投注音乐 阅读等有益身心的活动 七,总是被征求意见 从小就具超龄早熟的稳重特质 尽管没什么真正朋友 却常被他人寻求意见 八,敏感的心思 老灵魂似乎能够一眼看穿别人的心事 可以强烈感觉他人情绪 有时候不自觉地感同身受 时而欢喜 时而悲伤 情绪波动高于常人 九,具宏观于远见 老灵魂看事情整体 不看小处 深谋远虑 有时即使牺牲小我利益 也不在意 对周遭人的短视尽力 一一孤行 老灵魂常感无力 十,独处 老灵魂交朋友 重植不重量 喜欢静态活动多于动态 例如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书 想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旅行 想要一个人去野外露营 他们不见得喜欢独处 但是因为遇不到同频的朋友 只好独自一人 有些会为自己设定高难度目标 想要完成高空跳赏 大多时候喜欢发呆 不喜欢出门 有些人宁可将家里布置得舒适 或精力烹饪美食 以便他可以更舒适地宅在家里 只有老灵魂会懂得三个心理状态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老灵魂像钻石一样罕见 很难彼此相遇 就像在小路上很难找到钻石一样 这说明了 为什么你很难找到另一个老灵魂来匹配的原因 沿途的岩石虽然很多 但你更喜欢继续寻找钻石 你不会停留在不充实的关系中 只为了拥有某人 你也无法容忍成年人的不成熟 只为了不想孤独 你宁愿孤独 从你有记忆以来 你就感到孤独 但你一个人没有问题 你是一个内向的人 不太喜欢出去玩乐和聚会 你花在家里的时间 比在外面的时间还多 你喜欢这样 但你仍然希望找到可以和你共鸣的人 就像找回一个长期分裂的自己 如果你要找到值得让你走出家门的人 你会很高兴这样做 但生活经历让你选择独处 你正在学习与他们和平相处 你相信宇宙和过程 你很清楚每次等待都有目的的 他在为你生命下一个阶段做准备 在这里你有远大的目标要实现 你不能分心 你也知道 在这个等待的季节里 你正在学习无条件的爱自己 如何成为自己需要的人 二 你觉得自己像局外人 无论你如何周游列国 找一个家或一个地方像家的 都很能让你感到像家一样 你不确定你是否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像家的地方 你不确定 也可能你不适合 你不知道你属于哪里 即使在朋友和家人之间 你的内心深处仍然像个外星人 你觉得你不属于这里 你觉得自己像局外人 你不断关注像你这样的同类朋友 你渴望与那些在灵魂层面与你相同的人在一起 你经常仰望星空 对他有说不出的亲切 你看着月亮 看到了归属 你渴望回家 但你感觉被困在陌生的土地上 没有人真正理解你的感受 作为老灵魂 大多数人不会理解你的感受 他们无法明白你的想法 你经常感到一世独立 人们可能会认为你有点奇怪 因为你持有古老的信仰和精神知识 更何况你还带着非常规的生活方式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物质世界里 你不在乎奢侈的衣服或鞋子或新型号的汽车 你对生活有不同的看法 你经常关心与世俗背道而驰的想法 比如地球意识 自然环保 发现和说出真相 你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 你走自己的路 依循自己的节奏舞蹈 你喜欢独处 渴望独处 但人们需要你 你在完全筋疲力竭 为人们服务之后 你需要独处为自己充电 你需要独处来反思生活 思考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 但这往往会让你陷入生存危机 想知道为什么 4.你对于悬而上的问题很感兴趣 你不会只坐在电视机前面忽视自己的存在 你对存在的目的是不断思考的 你喜欢从哲学更大的角度来看待生活 你深入思考宇宙和你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在你寻求真理和意义时 你会问别人不认为要问的深刻尖锐的问题 你想知道 我们是独自在这个宇宙中吗 还是真的有外星人和超维度的存在呢 你想知道 宗教对人们隐藏了什么呢 以及为什么 但常让你感到沮丧 你是一个真正的探索者 你试图看到面纱背后 也试图超越看不见的东西 你像猫一样好奇 宇宙中有许多东西让你惊叹不已 你对每件事都想很多 有时候你会怀疑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或者你已经离开了